现在的欧洲正在瑟瑟发抖 俄罗斯已经正式停止了向波兰供应石油和天然气 一夜之间欧洲天然气大涨17% WTI原油涨了2.8% 为什么是波兰呢 因为首先波兰不肯同意以卢木支付俄罗斯天然气 请注意在欧洲只要是有一定的国土面积的国家 包括英法德这些大国在内 除了波兰没有第二个强义表态过 绝不会以卢木购买俄罗斯能源的 因为国土面积越大人口越多 对俄能源依赖就越强 别的大国在俄罗斯宣布以卢木结算能源时都是说 啊这个事关系到老百姓的吃饱穿短 我要考虑考虑 或者表态说官方是不会用卢木买俄罗斯能源的 但私人企业去买这个我们也管不了 诸如此类都是一副软啪啪的样子 唯独波兰一直都非常头铁 多次表示绝不会用卢布购买俄罗斯的能源 然后呢 波兰在俄乌冲突中也是跳得最厉害的国家之一 稍早几天 波兰总理还证实了向乌克兰提供坦克的消息 而且波兰不光是向乌克兰支援飞机大炮 还不断加码对俄罗斯的制裁 就在俄罗斯宣布对波兰断油断气的当天 波兰还公布了一批针对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制裁名单 再而且波兰还宣布要停止进口俄罗斯的煤炭 2025年之前停用俄罗斯的石油 这下倒也不用2025年了 人家俄罗斯直接现在就不给你了 华博士注意到 网上有人说 波兰奇葩 国小利弱还笨的 其实波兰对俄强硬这事儿还真没法怪波兰 因为历史上波兰作为弱小民族 真的是被邻居欺负了一个遍 比如二战时 波兰是被德国和苏联默契挂分的 再往前说 波兰历史上另外两次灭国 也都是被俄国 普鲁士和奥地利瓜分 所以波兰对俄罗斯的感觉是仇恨又警惕的 这种仇恨和意识形态关联不大 完全是历史带来的血淋淋的经验教学 顺便一提 假如现在是德国和法国打仗 那波兰肯定也砸锅卖铁支持法国 波兰就是这样 跟邻居几乎都出不来